女高官散播王岐山恶毒留言,习近平非常气愤组图,看中国记者燕青刘综合报道,今年北戴河会议前一度有针对习近平的政治传言但会后习近平详实登场,高调发声当局更通过公布被外界只为中共邦规的党员纪律处分条例,向党内再次发出不许妄议警告观察,发现中共派系权斗中, 当局过去几年拿下的高官中多人涉及妄议,罪名当中由侄女高官吕希文社散播王岐山和习本人的恶毒留言,看中国,9月17日书里,官方报道发现剧中纪委通报有七位高官涉及妄议中央,或有类似表述,包括中共全国政协原常委,港澳台乔委员会原主任孙怀山,天津市原市委代理书记, 市长黄先国北京市委员副书记吕希文,辽宁省委原书记王明,还有南宁市委,原书记于远辉,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江苏省委员秘书长赵少林, 基本上所有这些落马官员妄议,言论并未被官方详细说明,但北京前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句,指,涉散播恶毒留言,涉及王岐山和习近平,2015年11月吕希文被查, 他是中共十八大后北京落马的首名老虎,2017年2月因受贿1878万余元,吕希文获刑13年并被处罚金200万元,香港争鸣杂志2016年2月号报道,引述习近平的内部讲, 话案是吕希文散布对中央领导的恶毒留言,有关场匿名消息表明,于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的散布过有关王岐山和习近平本人的流言蜚语报道说,习近平非常气愤,在中共中纪委第六次全会,尚在提起上次全会上的说法,有的人热衷于打探消息,四处询问八方打听,不该问的偏要问,不该知道的特想知道, 捉到一些所谓内幕消息,就到处私下传播,但吕希文散播的到底是针对王岐山和习近平的什么样的恶毒留言就无从知晓, 吕希文网络图片,据中共中纪委早前公布的罪状,吕希文的问题,至少包括七大类十五条,包括妄议中央大政方针,长期搞团团伙或对抗审查不按规定, 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显拔任用干部插手员任职地方的人士安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新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多次出入私人会所,违规干预和插手执法活动,生活奢侈,贪图享乐。 吕希文也被当局称为五毒书记,另外辽宁省原省委书记王明的言论则曾流传在网上,被指最火爆据自由亚洲电台, 2016年8月16日刊发高新署名文章称北京记者朋友披露,因中共十八大,未能如愿,进入政治局及出任国务院副总理, 号称谦卑不罪的王明在九席中当众大发政治牢骚亡,并对习近平派亲信李希到辽宁非常不满海。 万圣传的消息称在2014年4月,李希到辽宁任副书记,待省长后,十月辽宁书记王明显然是在破冠子破摔,发牢骚,越来越大胆越来越无所顾忌。 当有人提醒他,小心被当了腐败典型,时王明脱口说出了一句,说你腐败你就腐败不腐也败说,你不腐败你就是不腐败,腐也不败听讲者当面奉承王明,论断精辟,而王明,当时还自嘲了一句精各辟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敢于妄议中央的官员,多在中共更高层原有大靠山其中,李希文的靠山被指包括前江派大员贾幸林和刘琪。 据香港争鸣,2015年12月号报道,李希文是在江泽民铁杆亲信,前政治局常委贾幸林在任北京市委书记,期间开始获得重用提拔的。 接替贾幸林的刘琪,则对吕的仕途起了关键作用,孙怀山曾担任前中共全国政协主席贾幸林的十年复密,黄兴国被指真实背景是江泽民和曾庆红早年布局的棋子,并与张德江和张高黎关系密切,王明有双层背景,既是有江派色彩的辽宁邦人马。 其因缘在江苏官场发迹,本身更是以江泽民为最大靠山的江苏邦官员于远辉。 据致曾向令计划买官,有军方背景的环球军事实讯,曾拆令计划和周永康等人一样。 其真正后台是江泽民周本顺,则是周永康救部。 据知名媒体人将为平披露,周本顺在周永康落马后,一直暗通江泽民和曾庆红。 赵少林被指示前中共副总理回梁玉的白手套,并与江派常委张高黎关系密切,他亦属于江泽民江苏邦的重要成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